我们来看今天的主题 哈利路亚 我们来读读读读读好不好 人人有什么 人人有梦 哦 人人有梦 不是谁叫人家走梦 走梦想的梦 是不是我们活在很有梦想 你的梦想不是你要走什么路 每个人每个人都走个梦想 哦 人人有梦 对了 人人都有梦 我记得我在小时候 我的爸爸很喜欢唱卡拉OK 就买了一套卡拉OK回去 唱了很多那些附件歌 特别有一首的很有印象 就是他是这样子唱 咱咩一春我 爬起乖的梦 爬起达一春火梦 火啊火 叫你恩堂 你天天爬起乖的梦 哈哈 有听过吗 有哦 不过这首是琴歌 哇 这首歌讲到那个 那个情人晚上睡觉 梦到不能梦中情人 那也知道下了一层大脸 把他给镜子引过来 什么好梦都没有了 所以当然人很喜欢梦 但是一醒过来 回到现实的时候怎么样 不敢做梦了 是不是 哎呦 我的梦 我的问题 不能够解决人啊 还有什么盼望 还讲什么梦想没有啊 不能啊 真的是啊 哇 人来到现实的时候 哇 真的是 本来有梦的 本来还是人人有梦的 但是遇到很多的挫折 有一些人事业上 哇 遇到困难欠钱 不是他欠人家欠 这人家欠他钱更惨 还追悔了 哇 很多的挫败 就是这样子人 就是有许多的问题 不能够只是靠自己 但是要求告上帝 有些人就是静若观音 才知道是一个恶梦哦 哈哈哈哈 都是好梦的 哎呀 不要这样消极了 每次看你怎么样去 处理这些事情 所以那人哦 呃 有梦想是好的 但是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 往往会带来给我们 很多的伤害 OK 但是呢 我们不可以说 哎呦 因为很怕伤害 就不要 就不要做梦 就不要有梦想 有一个 有个心理学家 啊 心理学家 代表人物 可以很有权威 他的名叫做 弗洛伊德 OK 弗洛伊德 他说什么呢 商业目标是危险的 因为当人达不成目标的时候 自尊心就会受损 啊 自尊心就会受损 那么又有另外一个 德国精神医学家 波拉克 他说什么呢 没有设定目标 比目标无法达无法达成 更加危险 更加危险 哦 原来一个人没有目标 没有梦想 是更加危险的 哦 真的哦 没有目标 哎呀 每天醒来 不知道要上厕所先 还是吃早餐先 不知道又说什么嘛 哦 目标 梦想真的很重要 我还记得有一个姐妹哦 老姐妹 哇 他年轻的时候吃了很多苦 你生了七个孩子 怎样辛苦都养他们大了 不过这个孩子长大后他就很孝心他 所以他很年轻就不用做工 没有做工要做什么呢 故事务 嗯 是不是 啊 其中一个工作是故事嘛 但是他不是故事务 他跑去赌博 啊 他就赌钱 老来跑 还跑去赌钱哦 不要紧 还被警察抓 OK 哦 然后害到整个整个家庭 哇 都不安 哎呦 这老人家怎么样呢 哇 他就问 他们这些 这些已经 他的孩子都已经 结婚了结婚 嫁了嫁了出去 家里没有人去看 哇 只是一个老人的交代 跟他的孙 所以他们很担心 所以你看到 当一个人没有目标 没有方向的时候 他会放着 做的不应该做的事情 那虽然说人有梦想会 有时候遇到困难 会挫折 但是我们基督徒 我们一定要有梦想 因为梦想是积极的 梦想是使你 这个人有活下去的动力 活下去的动力 你知道在古希腊 就是Grip 他们怎样惩罚那些囚犯 就是做些什么 他们怎样惩罚他们呢 就是叫那些囚犯呢 拿一桶水 装进去 倒进去 往装进去 另外一个空的桶里面 装满的 又再重复做 装的又再倒过去 倒了又倒过去 一天 这样子倒 两天 三天 一个月 一年 两年 五年 五年 四年 我今天我讲的倒是 倒水 撞水 哇你听到的很烦 牧师你也不要再讲了 你只是听罢了 你就觉得很烦了 你更好 你去想象一下 我每天做重复的工作 哇好闷 如果他坐进来二十年 他二十年三百六十五天 都要这样子做 早上做 现在我做晚上做 哇 这个人真是活不下去了 他说我的生活太单调了 虽然有饭吃了 不会 这是要做一个 捧终的工作 很痛苦啊 所以使他活 活不下去了 使他失去了这个动力 活下去了 所以你看 人要有梦想 告诉你 旁边说 人要有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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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个积极的动力 哇 所以你每一天 哇 充满能力 yes 充满 excited 哇 去去去 冲冲冲 哈利路亚 是不是 如果一个人没有梦想 他就失去了 这个积极的动力 走路也慢慢 走路 啊 给吃饭也慢慢 几粮几粮 脉粮三粮 我真的是有这样的朋友 吃饭很慢哦 他是男生 他不是女生 他不是女生 哦 真是一粒一粒的 可能是搞不清楚 怎么会这样 OK 那 所以呢 当一个人没有 那个积极的动力的时候 那个消极就来了 特别是老人家 坐在家里面 哎呦 我的阿孙啊 我这样搬家 我的亲家都没对来啊 只是在那边担心 哎呦 哎呦 我的孙啊 上学校不知道怎么样回来 没有 就是这样子过的日子 很可怜哦 所以当人啊 没有那个动力 没有问题的时候 他就在那里等 不然等什么 所以生活里面 他就会专注在那些消极 在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他们有做一个 一个统计 就像美国军队 去打仗的时候 死了30万人 去打仗的每次 死了30万人 但是在家里面担心的 哎呦 我的丈夫回来了没有 哎呦 我的孩子回来了没有 死了人数100多万 你看到吗 当人长期在这个恐惧 忧伤里面 为什么走不出来 命就是这样子 所以你不要看清 哦 有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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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梦想是一个自己的痛恋 哦 很多人因为没有梦 没有好好 年轻 没有去完成他的梦想 去努力 他的梦想 他长大了 自卑 人家给他 好 他自卑 人家很好 他就不喜欢人 所以我们要打破青春 打破机会 哦 积极的活下去 告诉你 他别人说 积极的活下去 积极的活下去 那所以你看 那些伟大 人物 他们今天为什么能够成功 不是因为他们 有钱哦 不是我 不是他们背景很好 不是 很多人满意 会认为我们有钱 因为我们有权利 所以就这样子哦 啊 有一个人物 是美国总统 林肯 他小小的 是住在一个困难的家 林肯总统哦 没有钱了 被人欺负 甚至学校都收他 还是遇到这个问题 但是他小小 他就认识上帝 小小就认识上帝 他长大后 他甚至自修成为的律师 lawyer 然后什么呢 他看见美国有个状况 就是他们美国人 很不喜欢黑人 把黑人当作不是人 但是他独圣经 哎不是啦 上帝是按照他的形象来造人物 人是上帝寻造的 怎么可以这样子呢 所以呢 他就起来了 他就反了 这个就传个病毒 就是要释放黑人 他想说 成为了一个伟大的人物 追胖 所以一个有梦想的 就算有九十九八千的危险 只要你给他一八千的希望 他都是钻 就是钻进去的 不断的上行冲 所以你看哦 做事情的人有两种 一种人做事情 是为什么他要成功 但是另外一种人做事情 是为了不要失败 哈哈 所以哪一种人可以成功 当然是第一种 第一种的嘛 我做事情是为了要成功成功 我积极了 另外一个是退述了 哦 不要哦 人家 做人的失败怎么办呢 退缩了 这样的人不能成功 不能够有梦想 所以我们做事情要积极 哦 我们做事情是为了要成功 要成功的人是专注在希望 做事是不想 做事不想失败的人 是专注在风景 所以看他的脚会不会一样 哦 那么还有一个伟大人物 这是现今这个很出名的一个牧师 叫赵朗基牧师 在韩国教会 他的幸福有八十万人 哇 他是最厉害的CEO 要管八十万幸福 不简单 他有八十万幸福 你知道他读书 读只是读到疯突 只是读到疯突 为什么呢 因为他生病 不如去学校 所以就退学了 中学都没有毕业 但是今天他成为何等的人 那家卫八十万人 他七十多岁 他牧养家卫四五十年 他从十多岁 生病到四十岁过后 才得到医治 他小的时候生病不能上学 过来中cancer 很多人cancer 就想到死 cancer是cancer吗 死是死吗 但是很多人cancer有死 但是你讲到cancer 是 但是上网集 就是cancer 但是不要紧 我有上帝 我道道 他很多次站在台上讲到 甚至主持门里 主持上里 主持到一半 遇到 打到去 被送去里面 他是这样子的牧师 他经过了许多的问题 苦难 他还是做出上帝 所以他今天成功 所以今天一众姐妹不是缓击 是你你们的积极 好 积极的去寻求你的梦想 这个林肯 他们都是基督徒 上文基 都是基督徒 为什么他们成功 因为他们不只是有他们的梦 自己个人的梦想 而是他们有上帝的梦想 我一个朋友 他很有梦想的 他的梦想是什么 每一天赚一百块 一百块就是他的梦想 但是他不管做什么 总之我要一百块都可以了 真的 你说他能够成功吗 不能 为什么呢 他去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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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吗 对我们有目标 钱 对我们有钱 其中是一个我们要赚到的 但是如果你 你把钱当个目标 你错到你错 不是这样子 还要看你做些什么 如果你是不知所段 去读了什么 我告诉你 这个不是目标 这是等着灭亡 所以我们 不要只是为了自己的目标 你有你工作的梦想 你有你家里的梦想 你有人生的目标 什么样都要紧 但是上帝说 你要先追求他的梦想 为什么呢 我们来看 圣经经主告诉我们什么呢 所以不要忧虑 吃什么 喝什么 穿什么 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 你们所需用的 这些东西 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 你们要先求他们 我和他们的义 这些东西都要家里来 你先求神的国 什么是神的国 这是传父义 什么是神的义 就是要有神的那个 公义人义的生命 去行善 先求神的国 求神的义 你的梦想 上帝要成就 上帝要祝福你 就像林肯 就像这种基督诗一样 他们有上帝的梦想在他们里面 上帝爱他们 他们所求的 上帝要离他们 所以你也是可以 你以后 离天中风所信的耶稣 跟你信的耶稣 不一样吗 一样 不是 赵人家的牧师 赵人家的牧师 他的耶稣 跟你的耶稣不一样 我们是一样 但是他们成了何等的人 亚伯拉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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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摩西 这些人很厉害 他们所信的神 跟你那样 摩西太空海 是不是 他们所信的神跟你一样 今天你也可以 只让你看见 有神的梦想 你就能够成为为大人了 西太太说 告诉我们 只是不可忘记 行善的捐书 因为这样的气 是神所喜悦的 所以行善 这是一个奉献 不只是我来到教会 洗几天奉献 行善也是一个奉献 这是上帝所喜悦的 起来的 耶稣 耶稣来到世上 他有一个梦想 这是要医治什么呢 虾子看见 瘸子行走 长大马虎能得捷径 荣子听见 死人复活 甚至最重要是什么呢 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 这就是神的国 神的利 耶稣来到世上 就是单单要这个事情 传福音 行善 帮助有疾病的人 我们再来看 这个是保罗写的 保罗说什么呢 弟兄们啊 我不是以为自己 已经得着了基督 我只有一件事 就是忘记背后 努力面前的 向着标杆直跑 要得神在基督耶稣 从上面 扎我来得的三次 保罗是耶稣的门徒 他来到世上 他就是为了福音 传福音 开破教会 他一直去努力 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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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着目标 为着上帝给他目标 给他使命 上帝要给他赏赐 上帝要给他赏赐 上帝的心态 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不要以为只有牧师 才有梦想 不要以为只有牧师 才有神的梦想 只有牧师才有神的使命 没错了 每一个人 都有上帝的梦想 上帝的使命 上帝要你的工作 成为我能力的工作 能够祝福别人 能够行善 所以你也是上帝的旨意 如果你问上帝 你的梦想是什么 上帝会告诉你 我的梦想 这是你啊 我的孩子 你这是上帝的梦想 好 你不要觉得牧师 才有神的梦想 不是哦 你们也是 你们的工作是偏职 职 职业职 偏职啊 上帝起初创造的是人类 不是牧师 然后让人呢 怎么样呢 去管理世界 不是放弃世界 管理世界 所以你在外面 现在所做的工 是偏职 神给你的工作来呢 所以你不要自卑 我是骂窗的 我是扫地的 我是盘国逼的 我是坐罗的 我是建筑工程的 不要自卑 上帝给你的工作 是偏职 你要爱你的工作 热爱你的工作 不是为了自己 你热爱你的工作 为了上帝的活动 圣经说什么呢 你们做仆人的 在耶稣的时代 那他们有仆人啊 这是鼓励 好像现在的 我们一体不足 那样子吧 OK 你们做仆人的 凡事品 从你们肉身的主人 不要只在眼前侍奉 像是讨人喜欢的 总要存心诚实 敬畏神 无论做什么 都要从心里做 像是给主做的 不是给人做的 因为你们知道 从主那里必得 造企业为赏赐 你们所释放的 乃是基督 无论做什么 都像是做给耶稣的 你去到外面 工作 哇 带喜乐的心 你是为主而做 所以你的工作 不是一个重担 不是为了要还债 今天很多人的工作 是要给孩子的债 孩子的学费 老婆的车 物质车 那些种种的费用 不是 我们所做的是为了主 有一个新英雄 他去那里面大酒店 他发现我那里的服务员 很有礼貌 很有笑容 哇 他们的笑容 是从里面心里面 哇 笑出来 不要看 欢迎欢迎 哇 都发现原来这个酒店 是基督教的 他老板是基督教 他教他 教导他们 免费用爱心 哇 要接待 今天你去别人的酒店看 别人的酒店 或者nestero 他跟你讲 哦 我要看 欢迎欢迎欢迎 你从这里一走过去 前一个人抬口就可以 穿着这样难看 你这里走过 后面讲你 想到没有礼貌 是 在后面骂你 好 好 OK 所以你看 不一样 不一样 所以今天你一起来 哇 早上去要起来工作 要起来赚钱也好 什么都好 你是为了上帝 好 你所做的 就是为了主 所以不要尝试 把你的工作 跟上帝分开 如果你只是专注在你的工作 你的工作就成为一个负担 只是为了自己 为了自己 如果你心里没有上帝 哦 我所做的就是为了上帝 为了上帝 不要紧 我给老板那不要紧 我今天赚少一点 不要紧我相信 我的工作就是上帝祝福了 我再继续侍奉他 继续侍奉他 继续侍奉他 继续做下去 哎呀 痛苦了痛苦了 又再又做了 哎呦 又再做了 心祈福的时候怎么样 哎呦 好爽啊 心祈福了 可以放工了 走走走 弟兄们我去喝酒 哈哈哈哈 去联络侍奉 哇难得心祈福啊 会醒 为什么 为什么现在上班的人 会有个心理的障碍呢 因为他不觉知工作周围的上帝 是一个负担 是一个重担来的 你作业埋怨 我做到最后怎么样 我轻到生病 是不是啊 轻到生病 真的是有这样子 所以我们工作不要在社会自己 来我们看圣经 他怎样形容工作 圣经说工作是什么呢 你看 上帝对亚当说什么 你就听从民旗子的话 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 帝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 你必终身劳苦啊 才能从地里得吃的 帝必长出这个经济和基因 这经济和基因这些有赤的植物啊 把你的农座全部毁到了 你跟踪他却没毁 然后他妈咪要吃田间的菜书 你必汉林满面 才得苦苦啊 我不一家啊 直到你跪了土 直到你死啊 哇 当人啊 避伴上帝的时候 必不受的咒诅 圣经说工作是一个咒诅 是一个刑法 所以一个人不认识主的人 他工作真的是吗 对他来说是一个刑法 做做做还还还还还 做做做给给给 虽然赚了五千块 但是给到不是自己花到来 是不是啊 结果小小的时候 妈妈就冒 不要乱花钱 我觉得妈妈说 钱不花的是你的咧 是啊 但是钱花的又不是你的 是别人的 哈哈哈哈 钱是谁的 钱是上帝的嘛 你的工作是谁的 上帝的嘛 圣经说什么 工作是一个刑法 哇 是一个种族 这是为了什么 汉林满面 是为了糊口回家 为了给孩子糊口 给妻子糊口 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 一直到你百发都老了 我百发老了 以为有一笔棺材钱 那一直到台前 就跟你说爸爸 爸爸苦哦 爸爸用不忍心的摸出来 所以什么都没有 哈哈哈哈 这个什么都没有 但是我告诉你 基督徒要从这个种族 和神法走出来 基督徒 你相信主 你不应 圣经说什么呢 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 基督的恩典 他本来富足 却为了 为你们成了贫穷 叫你们因他的贫穷 可以成为富足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呢 耶稣就是来死在十字架上 除了破除我们的倦的作主 也破除我们的贫穷的作主 他这里荡荡的贫穷 他荡荡的贫穷 好叫我们怎么样 富足起来 所以今天你的工作 哎 不是为了转转转 吃吃吃 圣经说什么 你们看 叫你们凡是富足 可以多多施产 就借着我们死 感谢归于我们的神 原来我们的工作是可以荣耀上帝的 我们所做的 上帝要说 圣经说什么 我们要凡是富足 甚至还有生可以做至少 所以今天工作 不再是一个行法 不再是一个做主 反而是你富足 有能力为上帝 成就他的国 行他的义 做更多的善事 所以弟兄姐妹 如果你的工作 只是为了自己 你很可怜 你还活在刚才的那个刑罚和咒诅 因为你做的 你所算的 只是为了自己 为了自己 所以为了自己 可这工作也是可以成为一种祝福 如果你是 以上帝的奔向为先 你算是为了上帝的活动 你的工作 肯定是祝福 不是做主 所以没有让自己 被工作苦了 爸 没有时间了 不能来教会 不能释放 就活在那里面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 不要尝试把我们的工作 跟上帝的旨意 上帝的诺想分开 不要很危险 非常危险 我告诉你一个事情 一件事情 就是在美国 有一个四川人 中国四川人 这个中国四川人 叫吴景华 这个是叫吴景华 吴景华 不是吴景华 吴景华 不是吴景华 吴景华 四川人 你是比那个人啊 吴景华 他怎么样呢 他曾经在北京大学毕业 1990年去到美国做工程师 在里面当中也换了很多工作 但是在1997年的时候 他赚大钱 他用40万美金 买了大肚子 他同时也结婚了 他有两个六岁的双猫胎 还有一个女儿 哇 看来是怎么样 比太好 40万 但是经济风暴 他被拆 被隔职了 没肯住 人去怕是什么 没有工作做 没有钱 没有饭吃 哇 他受了很大的大钱 他被隔职的时候 他被隔职的时候 是星期六 过了两个钟头 他回去office 他跟 他跟里面的人说 我要见我的上司 我见我的主管 然后东西要跟他讨论 进到office 有三个主管 没人坐着 他弹一半 他就拿钱出来 把三个 叭叭叭 死了 全部杀他们 为什么他会这样子 没有工作做不了 是不是 去造成四个家庭的悲剧 你不要有杀人的 那个用副赛当 只有杀人的副赛代价 那个被杀人 他们也是有自己的孩子 他们有 他们自己孩子 也是在等大学 甚至有一个被杀人 他那家呢 正在准备 那个庆祝生日 四个家庭造成悲剧 这是为了工作而已 所以看哦 为什么这个人 会做出这么一个事情 因为他对工作的价值观错误 他觉得工作 就是为了自己 为了自己 所以我买最好的屋子 给孩子最好的 给妻子最好的 但是怎么样 他遇到问题的时候 跑了 倒了 跑了 如果今天这个人 他心里面有上帝的旨意 他心里面有上帝的梦想 他工作是为了上帝 为了上帝 为了上帝 他会放开 他的双手 他知道 这个工作 是天职 是上帝给我的 上帝要死我 成为富足 我的天父 才是我的老板 我相信他关了这个门 他避开密道 会给我 因为他要我 他要我荣耀他的名 他不要呢 让我的儿女人 饿死了 羞辱他的名 我相信上帝总是有他的办法 我祷告 我求告 我不要紧 我忍受 所以你看到不一样 所以今天你工作的时候 你在外面是为了工作 你是带着什么态度很重要 你是为了上帝 你为了上帝我告诉你 你每一天都充满着积极 那你就算你遇到困难 牧师的问题 你知道你的神是活的 告诉你旁边人说 你的神是活的 你的神是活的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不要只是为了钱 为了自己 钱不是真正伟秘的目标 在我们这些牧师 他的家里有80万人 他是可以说是全世界 最出名的CEO 甚至其他的公司 不是基督徒 就请他的教管 教 请赵文庆布什的教导 管理管理学 当赵文庆布什真的 做这个管理学的时候 他做一个心理策略 他发现到 很多人以为自己有目标 其实是以钱为目标 以钱为他们目标 他们没有目标 他们是要钱的 他们工作为了钱 理人的公司 有什么目标有什么发展 都是我每个人 每个月有哪个心理 你知道吗 是不是 啊 以钱为目标 如果你是做先生 你就知道 你每个月都有他跟 50千 上到70千 哇 90千 100千 他这样子上去的他 是一个推动力来的 但是呢 公司没有教你怎样 从50千 怎样达到70千 他没有钱 没有一个实际的目标 教导你怎样达到 只是要目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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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那些人打不到目标怎么样 老板呢你要讲 今天这个月大概300千 都喜欢你 真的是 所以 要目标目标目标 是要实际的行动 实际的策划 好好去规划 就能够成功 那甚至有一些 可能你听过 可能也是你自己也跟着我 好 这句话是这样子说的 哇 如果有钱 或者更有钱 日子是不是会比较好过吗 阿们 阿们的几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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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 阿们 没有错的 不基督徒应该 加上一点 这是什么呢 如果每一天 有更多主人同在 更多人祷告 为我的日子就好多了 是不是 有钱 没有错的 但是有主更重要 有主更重要 甚至有些人怎么样 他觉得 哎呀 只要我有钱 我就可以为主做这个 做那个 做这个事工 奉献这个 奉献那个 对吧 你有钱 当然你可以这样子做 有钱 可以做很多东西 好 OK 但是你知道 我们的耶稣 从哪里来 耶稣 耶稣从哪里来 耶稣从哪里来 这个地方 是有钱人住的地方 耶稣从天堂来到人间 他没有带一千万下来 他没有带五百万下来 没有他什么都没有带的 他也没有 哇 你是我的门徒哪 是吧 你是我的门徒 哇 两百万 去去去去去 没有啊 耶稣来到身上 是空空的 从马朝出来 什么 降神在一个 一个 一个球的地方 不是附属的地方 但是他却为天赋 完成了一个伟大的梦想 改变了那个历史 成为他的人 他没有钱 他就是默默的 顺服上帝的旨意 默默不生的 背着十字架 走向各个堂 任凭人家这样 叮他 任凭人家这样 叮他在十字架上 圣经说什么呢 耶稣他的叮伤 怎么样 带来给我们的医治 他的叮伤 胜过我们的全病 他不是用钱 不是用刀 不是用劲 也没有用强 他就是顺服上帝 胜过黑暗的群势 使我们被得到医治 使我们脱离一切的咒诅 哇 告诉你旁边的时候 上帝就给脱离一切的咒诅 上帝就给脱离一切的咒诅 他医治你 他默默不生的 没有用钱 不是用刀 也不是用劲 胜过魔鬼的全世界 所以你无论现在你遇到什么状况 你在你的工作 遇到什么状况 若你是为了上帝的夺度 我告诉你 魔鬼的全世界都可以被打败 魔鬼不能够胜过你 魔鬼不能够拦住你的工作 不能够拦住你的家庭 你要这样相信 为什么耶稣能够胜过这些全世界 因为他很爱 他用一个爱 爱天赋的心 爱人的心 顺服在上帝的指令 走向各个塔 实在是这样子 这就是人 所以神的爱 我们一起来读神的爱 神的爱 开启人的心 开启人的心 梦想的心 开启人的梦想 开启人的梦想 神的爱 开启人的梦想 当神的爱临到你的生命的时候 他把梦想 盼望 信心 都再重在你的心 当神的爱进入你的心的时候 哇 他也把梦想 一些能力 哇 使你再次重新得力 你本来很绝望 很绝望 想放弃自己的 但是 神的爱进入你里面的时候 你得胜了 你今天是神的爱 所以神的爱 是为神的 commitment 是付出的 不是讲而已 神的爱是怎么样呢 是能够使我们再次 恢复我们的梦想 我们可能我们对家庭 对婚姻已经破灭了 对事业已经破灭了 那个梦想已经破灭了 神的爱领到你 要叫你从绝望里面 站立起来 你要相信 告诉你旁边的时候 你要相信 你要相信 因为神爱你 因为神爱你 今天很多人 都很讲爱 但是其实他不知道 什么是爱 你知道吗 很多人不知道 什么是叫爱 为什么呢 但是他们口中 都常常说 比如我爱吃冰淇 我爱看戏 我爱听音乐 我爱浪漫 我爱shopping 他的爱 很多人的爱是这样子的 他的爱是自己的喜欢 我爱这个 我爱那个 我爱 是以自己为止的 但是耶稣的爱不要 耶稣的爱是付出的 是有行动的 所以耶稣的爱他是尾声的 但你盘来的时候 是尾声的 是尾声的 所以耶稣说什么呢 你爱我吗 你去遵行我的话 遵行我的话 有行动的 所以爱是一种动词 不是名词 爱是一个动词v 不是名词nav 是有行动的 你知道神的爱 我记住 真的是想都想不明白 既然有一个是爱我的神 为我死在死下上 因为我跟他有关系 有圣经说什么呢 神爱是人 甚至叫他独圣子 是有人叫 叫一些戏团不知名 哇 神的爱太奇妙了 离开他的宝座 还到世上 跟他的门骨吃喝一起睡 甚至被我们的罪的咒诅 甚至怎么样 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的人的时候 为我们死 神的爱在死就下我们的血 哇 这个爱是什么样的爱 我还做罪的人还犯罪的时候 他已经为我死了 这是为了要拯救我 他的爱是什么样的爱 来告诉我一下 耶稣的爱是什么爱 什么爱 牺牲了 还有很好 还有耶稣的爱是什么爱 世人的爱 世人的爱 什么 条件的爱 不条件的爱很好 永远的爱 大家都好 我们来看 你看过这部电影吗 这部电影呢 是有一个人呢 他去读圣经 然后去考察圣经 说耶稣是怎么样被 那十字架 怎样被打 OK 所以呢 他就按着圣经所记载的这个事情呢 来演出一出戏 所以这部电影叫做 耶稣受难记 找到耶稣他怎样受难 但是我们看英文他怎样发力 英文说 sorry 英文说什么呢 The passion of Christ 基督的热情 基督的爱是热情的爱 没有热情 不能够牺牲 没有热情 不能够委身尊子 不能够付出 所以今天耶稣说他爱你 他是对你充满着热情的去爱你 他恨不得死在十字架上 只是要让他的额连能够来到他的面前 充满着热情 不是假假的 充满着热情的 弟兄姐妹 火是可以看得到 热却是感受得到 热情是感受得到的 你对主的敬拜 赞美 有没有这个火热心 你的祷告你的能力 是充满火热 充满积极的有没有 你的敬拜有没有这样子的敬拜上帝 你呼呼他 呼求他 里面有一把火燃烧着 今天有许多人 也做了许多事情 为主做 但是没有把热情放下去 只是做做做做做做 啊 所以弟兄姐妹 上帝 的爱是热情的爱 你不要让他伤心失望 他很在意你爱不爱他 因为他是热情的 热情的去爱你 他很认真的 很珍惜你的 这个为你死在 实际上 他很爱 所以你不要辜负他 在你的工作上 你要放你的热情下去 没有热情的人 不能够实践他的梦想 你明白吗 虽然说有些人说 人因梦想而为大 但是我告诉你 人因实践梦想而为大 很多人都有梦想 但是没有热情去实践 怎么为大 不能够为大 在信仰上也是 你说你信耶稣 你要在信仰上得胜 你要有一股热情 为神 为神在里面 肚上代价 所以弟兄姐妹 你们对主要充满热情 充满热情 神给我们的生命 不是平平淡淡 圣经说什么 要应许不可懒惰 灵力要怎么样 火热 我们现在读个经文 一起来读一二三 神给我们的佛 我将灵力火热 常常不世俗 阿们 灵力火热 今天有许多人 对主不再火热 但是同样的 他们也遇到一个问题 他们对他们的家庭 不再火热 对他们的事业 也不再火热 对他们自己的生命 也不再火热了 火热不消去了 因为家庭 孩子 妻子 丈夫使他失望 哇 那个火没有了 灭了 充满着伤害 只有伤害 没有火热 今天许多人工作也是 没有火热的 哇 因为去到公司 就被 民生臭了 哇 不要做了 不能够下去了 所以弟兄姐妹 今天呢 我们要 看见神的爱 告诉你旁边的时候 要看见神的爱 看见神的爱 神的爱 神的爱使你有能力 神的爱使你有能力 可是圣经说什么呢 约翰义书是四章九节 神才派自己的独生子到世上来 好使我们 借着祂恩活啊 如此神的爱就在我们里面 写明了 今天我们为什么活了 我们为什么工作 因为神的爱 要向我们写明 所以今天你工作 也不是为了你的头脚 或者是为了你的孩子 或者只是为了你的妻子 或者为了你的车 或者你的国主不是 你有 你是为了上帝 为了上帝的国度 你充满着期待 因为圣经说 神的爱 每天要祝福我的事业 祝福我的家庭 所以有看见神的爱吗 这是什么 或者阿妹说 你有看见神的爱吗 你有看见神的爱吗 有看见神的爱吗 圣经有一个经文 他是这样子说 不是我们爱神 乃是神爱我们 猜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忌 这就是爱 我要强调的是什么 不是我们爱神 乃是神爱我们 今天我为什么做牧师吗 因为我们爱耶稣 所以我就牧师 我告诉你们 当然爱耶稣是第一个条件 但是牧师吗 为什么我要全身释放 释放他 因为我看见神的爱 是神的爱 让我寻回人生的利益和目标 所以我决定来释放他 今天你在工作上也是 你有没有看见神的爱 如果你有没有看见神的爱 你在工作上你很难过 当你在追求你梦想的时候 在工作的时候 如果你没有看见神的爱 你很容易放弃你的工作 当有一天突然间你成功了 但是你如果你有没有看见神的爱 你会放弃 赚钱 就做不该做的事情 所以看见神的爱 非常的重要 你不要把你的工作 跟上帝分开 这是不能够分开的 我在小的时候 就看到一部电影 这个电影里面就讲到 一个很烂赌的爸爸 整天赌赌了又欠赌了又赌赌了又欠 家人都对他很失望 就在有一天 他的爸爸忍受不住了 我要去跳楼 不要跳 我是个没有人 他的妻子 他的孩子就跪在那里 爸爸不要跳下去 我接受你 我用我的爱来 我爱你 你不要放弃自己 你不要跳 不要跳 你不要跳 有没有跳 有吗 有没有 有人记住 没有 当然没有 为什么他不跳 因为他看到他孩子的爱 看到他妻子的爱的接纳 所以他活上去了 活上去 今天很多基督徒也是 天父啊 我没了 我要跳了 我要下去啊 但是 天父说 不要跳孩子 还 不要跳 我爱你 我接纳你 你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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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样子 所以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 你不要跳下去 主爱 不管你去到哪里 他都爱了 你遇到什么问题 都爱了 在法国 然后 有一个叫做 Rui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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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sture 小小的 就体会多病 老师呢 就说 哎哟 这个孩子啊 长大后不知道怎么办 怎么样 回下去这片生命 甚至他 当这个小孩子长大后 他一来怎么样 还不能走路 但是这个小孩子呢 却成了什么样的人 科学家 他小小就认识上帝 他成功的时候 他说一句话 他说什么呢 他说未来的世界 不应该只是靠着 执政掌权者的支配 而是要以后努力用神的爱 来拯救世人的人群 所主导的 若没有十字架的爱 就无法期待 是以后的世界 他为什么 他身体成缺 有问题 他还继续的活下去 那倒很好玩 他是看到神的爱 就算现在 这个困难身体不方便 他也继续活下去 他就是要让这个爱 传到全世界 他就是希望这个爱 能够改变世界 让世界成为幸福 Amen 拍手的上帝好不好 以后有怜悯 有恩典 不及防 且有丰盛的慈爱 弟兄姐妹 你看见神的爱吗 你看见神的爱 我告诉你 你工作有能力 你会期待 祝啊祝啊 看到你的爱 今天临到我的工作 临到我的公司 哇 你到我的家庭 那他们说什么 不是我们爱神 乃是神爱我 这个今天说什么呢 不是你们卷选了上帝 是上帝卷选了你们 而且派你们去绝国子 将你的国子长存 使你们奉我的名 无论相父求什么 他就赐给你 神选择了你 在你的工作 去为他结出国子 所以你的工作 有上帝的祝福 你的身边也能够结出国子 你身边结出国子 你的家庭结出国子 家和万事性 是不是 家庭结果子 事业也结果子 事业结果子 你的梦想结果子 你的梦想结果子 你的社会结果子 社会结果子 国家就复兴了 你要有这个梦想 你要相信 你也可以像林肯这样子 你不要把自己看得很小 你的心里面 要有上帝的梦想 所以如果你的工作 是为了上帝 为了要结果子 荣耀祂了 无论你奉 祂的梦 你像天父求什么 祂都赐给你 所以今天你遇到困难 不用担心 回到上帝面前 上帝我今天工作 我为了你的国度 我不是为了自己 我相信你因为我开了我 哈利路亚 我们一起站一起来 谢谢